嗨,大家好,我是Kennigy 欢迎收听 嘎聊音乐 新年快乐 快点来聊天 新年快乐大家 我为什么要这么嗨呢 我这么嗨的原因 就是没有原因 我可能是被冷风 真的好冷哦 这几天 而且我房间很怪 我就是会比外面再低个 两三度 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然后 大家可能会一直听到一些 刷刷刷的声音 就是因为我穿着羽绒外套 我真的没办法 我没有办法不穿羽绒外套 对录音来讲 穿羽绒外套是非常不好的 因为噪音实在太多了 但是我不行 我真的好冷 冷到快疯掉了 好了 新年快乐了 大家 这个2021年呢 其实已经过去了好几天了 不知道大家过得还好不好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跨年好了 真的是我有生以来最疯狂 然后印象最深刻 也是最好玩的一个跨年 我去了台东 看了张辉妹的演唱会 那其实阿妹的演唱会 我已经看过至少 两场还三场了吧 我必须得说 真的是看不腻 太猛了 就是所有一切 他的声音阿 他的渲染阿 然后他带动所有歌迷的力量 就是你真的没有一个地方可以去挑剔阿 就是一个传奇一般的存在 而且也好久不见张辉妹了 距离上一张专辑阿 已经是三年前了各位 偷故事的人 而这一次跨年呢 他也是带来四十几首非常经典的歌曲 有一点就是我超级惊讶 我居然每一首都可以跟着唱 认真铁粉来的 但是他这一次基本上 没有唱什么太冷门的歌 比较冷的他自己也有说啦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的是水蓝色眼泪 但是 Come on 水蓝色眼泪很冷吗 我超爱这一首的 这首歌是我有一次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 我初选选的歌 还帮我成功进到决赛 然后提外话啦 然后阿妹的演唱会啊 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这三个多小时的时间里面 他基本上不会让你修行 大家知道跨年那天全台有多冷 台东不止很冷 风还超级大 但是我整个是热到光流汗 流汗都爆耶 我穿了四五件衣服啦 但那里面就是最里面那一件直接就是湿到包 过程中我还我我和我朋友还边跳边说 是有没有要休息啦 好累喔 然后我们隔天肩膀直接崩掉 因为手要一直举起来 这样会面就会说 好漂亮喔 你们太美了 然后就是一些尖叫赞叹声 我们歌迷就会很爽 差不多就是这个模式持续三个小时 而且情歌也一样喔 就是手要挥舞 有一首歌好像是手电筒还要打开 那个我最亲爱的 手电筒还要打开在晃啊 晃动的部分 身体摇摆的部分 但其实除了这个演唱会啊 就是跨年演唱会 是大家从几个月前就很期待的礼物之外呢 还有一样东西是阿妹的粉丝们 当天一早就非常兴奋 开心收到的一个惊喜 大惊喜了啦 我觉得这是睽違三年 张辉妹终于出了全新的单曲 在2020的最后一天 这首歌叫做缓缓 那这首歌的主题呢 主要还是在讲这个轰动的2020年啦 那2020全世界有多精彩 我这边就不多说 大家基本上已经经历 一起经历了这一切 重点呢 就是阿妹在这一年当中的体悟 跟感触还有一些想法 那这首歌找来了超级金曲的阵容来完成 除了阿妹自己是金曲歌后之外 找来了葛大伟填词 徐家营璞的曲 然后有金曲制作人 陈君豪担任编曲 还有制作 整首歌呢 作为一个 我自己觉得是很柔软 然后很抚慰人心的感觉 尤其歌词方面啦 算是在说 因为经历这样子的艰苦时期啊 我们被迫停下脚步 可以好好的看看身边的人 然后跟家人相处 然后以前讲好的行程 也可能因为这样子暂停的时空底下 终于有机会可以去完成这样子 那最后呢 也因为独处的时间变多了 终于可以好好的倾听自己的声音 找回那个单纯的自己 我觉得我对单纯的自己 最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最近 有在就是写一些音乐啊 就是一样在玩音乐啦 那我最近又写了一首歌 叫做自己 然后这首歌主要就是 还是在讲 就是找回以前那个单纯 然后没有什么 因为我们随着年纪的增长 会因为职场啊 社会啊 我们可能会去做出一些 我被我们自己良心 或是我们本来不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们因为自己的 怎么讲利益关系 然后变成 我们以前很看不惯大人 做的那些事情 我们现在正在做 那这首歌我觉得 哦 我说我自己写的这首歌啦 这首歌我觉得我 我写的过程中 因为我可能还没有到这样子 真的很严重的这个地步 我就是 一个想象的这种感觉 我在写的时候就觉得 对于长大我真的是有一点 因为我里面有提到 就是原谅星星 即使在闪烁还是挂在天际 那原谅自己 错再多的都不会是自己 你不就觉得就是 我们在遇到任何 可能困难 或是你脸皮不够厚 应该说脸皮很厚 然后 很多时候其实是错在自己 但是我们就拉不下脸 那为了自己的利益 我们可能会骗别人 骗自己 就是去继续过这样子的生活 然后一错再错 但是你都会觉得错的 错再多都不会是自己 然后 原谅内心 就是尽管黑了 还要装作透明这样子 我里面的写到东西 就是 就不知道 我其实也没有经历过这么多东西 但是我对于 回归以前单纯自己 就是有一种 特别 尤其在这一阵子 不知道为什么 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触 那其实我这首歌 我之后看有没有机会能分享给大家 就是 还在录 因为我混音其实不是很在行 你知道吗 我现在就是混得很烂 但是其实我觉得歌还蛮好听的 对 然后我里面有提到一些 像是 你 就是这个你其实就是自己的意思 就是不敢 不敢爱你 但是是你带我来这里 那我们回 回头看 就算再近 可能就只是 可能是只是明天而已 但那些都已经是曾经 那怎么去爱你呢 我们 有时候就是眼泪会 不停的流 那这样子的双手要怎么样 紧紧的拥抱着 这样子的你 这样子 所以 好 好像直接题外话 从阿妹的歌 变成我自己写的歌曲 对啦 就是一个题外话 我对于就是 单纯这件事情 回归单纯的自己这件事情 在最近 也有自己的一些体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啦 尤其又是 新的一年啊 可能大家会花 有些人可能很忙碌 但是在这个仪式感的 因为毕竟时间在走 那日期都是我们人类定出来的嘛 那在这种 充满仪式感的跨年过年 然后新的一年当中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呃 留一些时间 好好好的来 听听看自己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然后在这几年当中 是不是自己有变了啊 这样子 那这首歌缓缓呢 而且我觉得啦 哇 好大声喔 外面的车 what is that 呃 好没了哈 就是而且有时候啦 我觉得 我觉得这首歌 呃 这样还有 卡车在倒车是不是 因为很冷的关系哦 我觉得说我把 就是门窗紧闭 然后 就是那个窗帘啊 就是直接盖到最紧 所以我像是 我的房间是处于一个 颇黑暗的一个状况 我也不想要起来走动 去看一下 窗户外面那一台 疑似大卡车 为什么会发出这样子的声音 他好像就停在我的 我们家前面了 很近很近 很吵怎么办 好我们暂停一下 等他一下 好大家好回来了 对面来讲 可能是一秒钟的事情 我等了应该要快二十分钟 超久的啦 是那个送货的 送货的物流 很大的车子 这样子 那刚刚讲到哪里 完蛋了 刚刚讲到哪 刚刚讲到这首歌 单纯 嘿 玩笑哦 刚刚讲到单纯 对啦 那其实 听完这首歌 我觉得有时候 其实世界 步调慢一点也不错 像阿妹最后唱到达 懒懒散散 更温柔 嘿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太久 没有听到阿妹的歌啦 这一次听到这首歌呢 我觉得他的声音又多了 更多故事的感觉 可能也是因为他一直就是很会唱 我才有这样子的感觉 很难形容 我觉得大家 你仔细去听 去比对一下他 三年前的那张专辑 跟这一次的单曲 我觉得不只是单单唱腔上的改变 就是这种单单唱腔上的改变 可能是唱得比较甜啊 但主要我的意思是说 阿妹的本质的声音改变了 就是跟以前没同啦 不会讲 但是听起来就是不太一样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得懂我的意思 但就是 whatever 这首歌很好听 那来自张惠妹的全新单曲 缓缓 而且看完他的演唱会 反而不会这么希望他赶快 赶快出专辑了 就是希望他可以 好好的生活啊 偶尔在社群软体上面露个面 清唱一下 其实清唱一下 其实大家就很开心了 那不知道耶 对张惠妹就是没有这么大的要求 她过得开心就好 其实我看过 我对于看演唱会这件事情 对我的人生来说 有一件事情已经是梦想啦 已经完整了 就是我 除了张惠妹以外呢 我人生中的最大的偶像 就叫做Celine Dion Celine Dion 那我从小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能够去 因为他那时候还在Las Vegas 就是演出 有一天的梦想 就是能够飞去Las Vegas 看他的演唱会 他那时候算是签约式的注点 在Las Vegas里面表演 就是不知道 好像定期就会有他的演唱会啦 这样子 那很开心在几年前 他终于来到台湾 然后我也成功的 抢到了票 看他的演唱会 规模当然是 没有办法比较 这么讲 就这是一个国际巨星的演唱会 虽然张惠妹的演唱会 就是规格还是非常非常的厉害 但是 还是我不知道怎么讲的 那一种的落差 你会知道 哇 这就是一个国际级的 天后歌后的演唱会 你知道这是一个很难形容 然后你听完是很感动的 但是我讲这么多 我其实要讲一件事情 就是张惠妹的演唱会 比Selyne de Jong的演唱会 好看非常非常多 听Selyne de Jong的演唱会 我觉得是圆自己的梦 就是圆我自己的梦 然后是很爽很开心 而且是真的会哭 就是你听 我必须得说 我会唱Selyne de Jong 那些经典的歌曲 每一首我都会唱 当然没有办法像唱这么好 就是Key这么高 但是张惠妹的演唱会 真的是我目前看过演唱会 最爽最爽的 他带动的能力太强了 他就是他很像那种 怎么说啊 他没有要让你休息 就在他的演唱会里面 他就算是情歌 也没有要让你静下来 停下来好好聆听 他的情歌的部分 就是要让你热泪盈眶 所以你没有休息的时间 你每一个时间的感动的程度 会随着歌曲大大小小 但是不会到零 他就是要让你正常 三个小时的演唱会 不间断 但是Selyne de Jong的演唱会 他虽然是国际级的 他还是有一些歌曲是 可以让你休息的 甚至有些歌 因为毕竟我们不是 就是英文跟法文 不是我们的母语嘛 Selyne de Jong是唱英文 跟法文歌曲的 所以像是他来的时候 他如果唱到法文歌曲 我们可能就有一些 会缓和的时间 毕竟我们真的是都听不懂 就算我看过歌词了 我们就是 看过翻译过的歌词 还是很难像我们直接听 自己母语歌曲的 这么样的感动 那这就是我觉得 演唱会最迷人可贵之处 我必须得说 张会妹真的 真的很强 真的很厉害 不愧是天后 真的是天后 那第二个作品 我想要分享给大家的 新年作品 同样也是在2020的 最后一天发行的 来自告五人的第二张 创作专辑 运气来得若有四五 对于各位哈瓜们 一定是非常开心的啦 那他们其实算是在 整个12月都在 跟大家预告说 我们要出新专辑啦 他很开心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发行了 那这张专辑呢 真的很有意思 他们把录音室呢 搬到他们三位团员的家乡 宜兰来制作 跟录制这张专辑 而且居然是用盘带来录音啊 我的天啊 盘带录出来的声音 相对数位来说 真的是比较温暖 然后有生命一点 而且大家仔细听 会听到一些空间感 就是一些嘶的声音 那这也是很多数位的效果器 会有一个analog的选项 就是让大家去模拟 类比录音的效果 但是你怎么样 但是你怎么样 还是仿不过 真的盘带录出来的声音啦 而且盘带很酷的是 他们在录音的过程中 是没有办法用电脑去看 录出来的声音波形 有没有问题啊 或是有没有录成功啊 一切都要等输出到 电脑上的时候才会知道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他们这一次专辑 很值得大家去品尝的一个地方 而且现在流行音乐 用盘带录音 真的是没有了啦 你光要用那台盘带机 你就不知道去哪里找啦 而且能数位工作 大家当然选择就是数位啊 快又方便啦 其实 那他们这一次呢 回到宜兰录音 宜兰对他们来说 就是他们的家 而家带给所有人最大的印象 应该就是安全感 这样子的一个象征了 那这张专辑呢 主要就是以安全感为概念 所建构的一张专辑 呼应了他们的第一张专辑 所探讨的爱与失去 这张专辑 他们的介绍也有提到啦 很像是职场上的新鲜人 在勇往直前的过程中 会不断的遭受挫折啊 或是被欺骗啊 那见识到人情冷暖啊 但是在经历这些难关之后 他们还是不愿意让自己成为 世故麻木的大人 所以呢 这张专辑蛮多歌曲都是走比较温暖 然后比较走心的曲风 我自己听完有两首歌 我真的很喜欢 在这边介绍给大家 第一首歌呢 是专辑中的第五首歌曲 唯一 我觉得我是没有办法 抗拒钢琴的伴奏的这种感觉 很喜欢这种安安静静的 然后单一乐器伴奏的曲风 而且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很可爱 也很现实啦 就是主要的概念呢 是云安虚构了一个八点档的亲情主题 描述一位女性长大之后呢 发现自己不是爸爸唯一的女儿 这样子的一个故事 结果呢 你知道吗 有一天 全亲的妈妈分享 就是说他自己的客人 全亲的妈妈的客人 就经历着一模一样 这个故事的人生 但是你会觉得 真的这个世界很不可思议啦 你认为是虚构啊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那只是你没有看到而已 不代表在这个世界上不会发生 就像我小时候 我也不相信 大卫王是真的啊 我就觉得他们是演的 最后你看现在 我们看他吃饭 已经看到完全不会有 惊讶的感觉了 对不对 所以真的世界很奇妙啦 那第二首歌曲呢 我喜欢的在这张专辑是第十一首歌 愚人游戏 愚人是那个愚人节的愚人哦 那我查了一下资料发现 原本这首歌是要放在第一张专辑的 结果后来被抽掉了 那这张专辑的介绍也有提到 这一首歌呢 制作人是想要放大团圆的想象 所以我真的很享受 后面那个将近一分半 很磅礴很壮观 就很像在看完一部电影 最后那个片尾曲 弦乐的那个伴奏 这首歌后面的一分半 弦乐伴奏真的是 你如果很喜欢这样子曲风 或是很喜欢这种 很包袱感很重 很磅礴的歌迷们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享受 而且最后又搭配着 他们宜兰的 虫鸣鸟叫的声音做结尾 我真的很想帮他们 就是配个音说 谢谢光临某某影城 出口在右边洗手间 走到底左转 就是你很像在看完 一部电影的这种感觉 我虽然这种形容 真的是很老套 但是在最后那真的是 好像在等字幕跑完的 那种声音的感觉 太好听了啦 真的太棒了 这张专辑 介绍给大家 那这张专辑呢 其实除了这两首歌 其他歌曲也都很好听 我没有介绍主打歌的原因 真的很简单 就是我听完整张专辑 我最有印象的 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两首 鱼人游戏跟尾一 那其实他们因为回到宜兰 像我刚刚有提到 鱼人游戏的最后 是用他们宜兰的 虫鸟鸟叫声做结尾 这个虫鸟的声音 其实也用在 他们这张专辑的 其他歌曲里面 大家可以去听听看 去找一下 哪一些歌友 收录到他们的现场的声音 或者是他们的空间的声音 这样子 所以那就跟大家 再统整一下咯 今天的介绍有两个作品 第一个是好久不见的张慧妹 带来的全新单曲 缓缓 再来是告无人的第二张专辑 创作专辑 运气来得若有似无 大家赶快去支持一下啦 而且他们这张专辑很可爱 就是他们有放在 那个全家便利商店卖 真的很酷耶 他们是放在什么柜台旁边 还不是放在那个 就是陈列柜上面 这是快他们想得出来耶 那全家人也很好 赶快去支持一下 那最后呢 还是要祝大家新年快乐啦 过年就快到了 可以回家团圆咯 那新的一年呢 可能要面临的挑战还有很多 但是大家不要气馁 唐启阳老师又说啦 天秤座今年可能会大放异彩 我相信是真的 过年直接去买乐透啦 他还说什么 创作能量啊 舞台表现啊 我最近真的是写了几首歌 再赶快来写多几首歌一点 很期待今年 所有的一切 然后对我来说都是越来越好啦 那也希望大家的生活啊 不管是工作还是各个层面 也都要越来越好 然后天气很冷 大家要注意保暖好不好 我这今天还前天才看到新闻说 这一波这几波的冷气团 冻死的人已经 哇 很多了 二十几个到一百多个 诶我不知道有没有讲错哦 我那时候看到新闻是二十几个 然后今天又听到什么一百多例 什么什么之类的 就全台啦 真的很冷 那我知道有些人会想要去追学啊 去看学啊 真的要注意安全 要保暖 我还看听到有一个那个人 什么骑U-bike 然后穿拖鞋上山 天哪 他那个真的一不注意就是脚会截肢耶 就一定是冻伤的啊 所以大家要注意好不好 天气冷出去玩没有关系 但是保暖一定要做到好 围巾该围要把它围起来 脖子很重要 脖子不能受寒 脖子受寒很容易感冒 还有头 有毛帽的啊 还有什么帽子的啊 都给它戴起来 不要给它风吹到 好不好 那我们就 尬的音乐下次再见咯 我现在真的没有办法讲 虽然我上次有讲过 就是没有办法讲什么下礼拜 我很希望是 我很希望是下礼拜啦 但是 不知道啊 我这一次已经迟到了 就是下次再见 拜拜 又是那个 又是那个声音 又是那个声音 很吵这样子 给大家听一下 我现在在抚摸我的身体 好了 再见再见